高雄左营眷村这一家早餐店 每天早上也是大排长龙 老板娘说 当初她一股傻劲把店顶下来 才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 后来是眷村的左邻右舍 有的教她揉面团做馒头 有的帮她磨豆子做豆浆 浓浓的人情味 永远是眷村最让人难忘的风景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早起的人儿很懂吃 一大清早眷村里这家早餐店 门庭若市 蒸笼热气腾腾 店里店外人气超旺 四岸夹老年两个千江这么吃 很传统 比较喜欢吃老滋味的 小时候吃的 小时候吃到现在漂亮 我们每次来这吃烧饼油条 比较没有那么油 很脆 很酥 很好吃 他们开了我们就来吃了 他们开三十年 对 很久了 烧饼油条 蛋饼包子搭配豆浆 就是一天的活力全员 而为了填饱顾客们空虚的肠胃 老板娘凌晨一点半就得起床 先熬豆浆 抛过水的黄豆去除生豆味 加水磨成浆 老板娘说每天得熬六大桶 超过百斤豆浆 我们都是标榜说连豆渣下去煮 它会比较香 我们卖豆浆出名的 不虑料豆渣一起煮 豆香和浓稠度都更胜一筹 但是难度也更高 你看我一下大火一下小火 一下大火一下小火 它开的时候我就要把它关小 让它再沉下去一下 你再开大火 再让它煮上来 往复的煮 往复的煮 控制火猴 其实桶子里只有一半的豆浆 另一半预留的空间 可以看到泡沫升起消下 不用消泡剂就得花时间 让泡沫慢慢变得细致 和豆浆融为一体 尤其是夏天 真的 喝水比四万它要多 所以它里面在滚 你也是身上也在滚 对啊 你一直要看着它 你不能走开啊 你走开它就跑出来了 一步都不能离开 一刻都不能懈怠 老板娘很自豪的是 不用搅拌 锅底不会糊掉 这是真的是要功夫 不是我要讲一讲你们就会 来这个地方做了快三十年了 好灾啊 就让你们知道我的年龄了 光是熬豆浆就相当的稿刚 很难想象店里 靠着红茶 豆浆 烧饼 包子等 基本元素 就可以排列组合出 快六十样的商品 因此食品大的店面内 十几的员工不是并肩作战 就是狭路相逢 所以大家都要身材很好 才能做来做去 对 因为我们这个空间很狭窄 所以我们要尽量就是保持 很好的身材 动作很敏捷 晚上晚上说超过八十公斤 就不要裙了 店员开玩笑说在这里工作 只有体重限制 没有年龄限制 虽然也没有性别限定 但是店内清一色几乎都是女生 唯一的男性是老板娘的儿子范玉明 我人长得从来要照漂亮一点 回去帮你用美食 年过四十的范玉明 有着一张娃娃脸 辞掉了印刷业的工作 回来帮妈妈十多年了 当初妈妈反对 偏偏她却喜欢 在这个充满人情味的女人堆里打滚 比较喜欢做吃的 不是喜欢做小开 看我像起来像小开 我也做得很辛苦 就是工作很有趣 对 因为你把东西做起来 做出来 然后很多消费者喜欢买你的东西 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店内畅销的韭菜包 也让母子俩很有成就感 因为一天的用量就要七十五斤左右 挑菜 洗菜也要花上好多个人力 切好的韭菜和虾米粉丝 获在一起 霸气的馅料全塞进面皮里 折出漂亮的造型 韭菜它比较香啊 里面有很多人会包包子 不会包韭菜 韭菜比较难学 有的人线都挤不进去 对啊 你们比较好多 现在店里的东西都是自己做的 十八般武艺手巧的狠 三十年前周家和顶下这家店 每天早上两点开始 站到一整天两脚硬邦邦 但是吃苦当作吃补 再加上脑筋动得快 一块白面皮 它就可以开发出二三十种产品 一开始有个师傅帮教我 搅一块那个白馒头的面 然后我想说 那我不要做馒头嘛 我就不要加糖嘛 我搅一块起来嘛 我做包子嘛 后来又说 我看人家卖韭菜也卖得不错 我们跟着也来卖韭菜 然后后来又做了高益菜 做了花卷 还做了豆沙包 一样的面就是里面的料不一样而已 老板娘说 华顺的肉馅配方 完全是自己摸索的 人人羡慕她 天天有肉包可以吃 但是当时却是有苦难言 因为当初的时候是 每一天去弄一斤肉回来 伴说今天伴这种味道 不喜欢 明天再来一斤 吃到第七天我真的吃怕了 吃到怕了 连续吃七天 都没有吃到自己喜欢 第七天才吃到 吃到自己喜欢的口味 好 以后都照这种口味下去做 包子的内馅用七分瘦肉 三分板油 加上姜提升香气 淋上冰水避免摩擦过热 影响绞肉的口感 这个会换麻油 但是麻油你也不能换太多 换太多 它会太油了 就是有香度就好了 然后好了 再加葱 那葱你就不能打太快 打太快的话 葱会跑出来 老板娘虽然是闽南人 却喜欢吃外神口味 因此抓得住眷村老伯伯的胃 而且创业初期 也很受眷村邻居的照顾 我又不住这边 这房子太小了 他们会帮忙说洗豆子 早上会帮忙烧豆浆 提豆浆 这样 是因为你是那时候就笑的 那算是早餐店的气息吗 不是啦 那个时候我很胖 没有啦 不是这样 你看 伯伯都很震惊的啦 不是这样啦 都很有人情味的 对啦 眷村的人情味 和早餐的古早餐 让老店打败了附近的十多家店 始终维持高人气 他都会搅一千江泥用